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咯 没有录视频 不过今天要重回正轨咯 今天要干的是给大家看一下黑猫 新年元旦在日本买到的福袋 那我只买了一个 就是自己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欧书丹六世丹他们家的产品 但是我买的并非是他们家的护手霜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家的护手霜 那个香味有一点太浓 所以说客人并非很喜欢 我买的是他们家的洗护用品 首先 这个呢是欧书丹他们家的 怎么说呢 洗发和护发 为什么买这种替换装呢 因为黑猫比较有强迫症 所以说不希望自己的浴室里面出现 太多瓶瓶罐罐 就是太多不一样的瓶瓶罐 所以说这个替换装呢 会被装进那个盒子里面 然后放在浴室里 所以说替换装是正好的 这是洗护 没有用过 用完之后如果好用的话 我再给大家来就是告诉大家 接着呢是这样子的一个一套 这个呢其实就算是欧书丹 他们今年在日本这出的福袋了 有不同的这个颜色 我买的这个是绿袋 不同的颜色呢是有不同的用途 像有护肤的有洗护用品 然后有不同的东西 绿色带子呢是沐浴露身体乳系的 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沐浴露和身体乳系的呢是 就是这样子的小瓶 这个小瓶一瓶是多少毫升 250毫升 上面250毫升 这个叫做body gel 这个是沐浴露 然后这边这个呢是身体乳 就是透明的是沐浴露 然后白色这个是身体乳 这个瓶子我觉得蛮可爱的哈 所以说就买了这个瓶装呢 当然也有 因为它是卖辅袋 所以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我买了它 那除了这两个沐浴露和身体乳之外呢 它里面还带了一个 我不大清楚这个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可能是金牛类的产品 是这样子的哈 1233个加在一起 6000 7000日元左右吧 嗯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比原价便宜的多少哈 但是应该多多少少会便宜一点点 嗯就是这 这洗护的用品 再加上 刚才的这个洗发护发 反正一共花了我15000元 好心痛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实际上 内容也就这么多 大概我就讲了有几分钟啊 真正的内容可能也就三分钟吧 所以说 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个新年的时候 这么久没有录视频 没有传视频 我都在干点什么好了 那首先在做的事情呢 第一样有 我在织毛 毛线的围巾 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叹叹 这个是特别小的一条小围巾 嗯我是要只来当手练的吗 不是 这个的话是因为我看了那个流浪猫鲍勃 就是什么 什么 Streetor Cat His name is Bug 忘了 最初忘了一本名叫什么 应该就是中文叫流浪猫鲍勃 就是有一个 呃 长话的男人 然后肩膀上 肩膀上哈 就是做了一只猫的那个海豹 呃 如果我倒蒸了或者加蒸了我就会全部把它给拆掉哈 这是最近才忙的第一件事啊 这边你看 因为我找不到毛一蒸 所以说我就拿了一个烤肉用的竹签 在这边值 多么艰苦啊 那除此之外哈 这个是我自己做完之后 特别喜欢的 是这样子的一瓶就西式的烟菜 嗯 是那种醋加糖 然后加一点盐和香草哈 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烟菜的罐 你可以看到哈 最下面这是芹菜 然后上面一层呢是橙色的青椒 再上面一层呢是黄瓜 再往上是红色的青椒 然后再往上一层这又是黄瓜 然后最上面还有一点黄色的青椒 嗯 这样也能看到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烟菜 昨天晚上刚烟上还没有吃 所以说不知道到底味道怎么样 不过哈我也挺期待的 啊露出来了一点好酸 好酸 如果做的好吃的话哈 我会把它的制作的方式 录成视频再给大家闯上来 不好吃的话就当我没有说过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嗯 去台湾的视频 我日后话也会剪好之后 开始陆续的往上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哈务必点开看一看 这次哈我导入了一个 就是拍摄的时候的云台 所以说摇晃程度会减少很多 那咱们回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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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